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首耳熟能详的军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来源于与歌名相同的毛泽东所制定的人民军队军纪 这一军纪背后的故事引起了书本旅行团的极大兴趣 为此他们来到了井冈山的金竹山 探寻毛泽东制定《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前因后果 而刚到这里大家就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事情 在1927年的10月23号 毛主席就经过这个地方 是前往那个井冈山上的磁坪里面去的 那为什么当时毛主席可以从毛平直接到磁坪 还要经过一下就是绕到金竹山这边来了 很多人问这个问题 按来说毛平的话 金竹山环境上磁坪很近 为什么闹了一大圈 就是因为在秋收起失地之后 按照我们当时革命军的想法 还是往湘南去 到了毛平之后 我们继续就往湘干边界 往那边就转移 一边想就扩大影响 一边想就寻找南上级部队 结果走到这个岩林那边之后 就发现南上级部队已经失地了 消息知道了 又转头转向 所以就转到往磁坪那边方向过来 在10月22号的晚上 就到了磁坪的大坟 结果在23号早上 遭到这个消息必得武装的突然袭击 我们部队全一个打山 打山之后通过小路 当天晚上赶到金竹山来住 金竹山位于井冈山市慈平镇的西南面 这里风鸾叠仗 茂林修竹 当年部队经过长途跋涉 再加上中途战斗 战士们又累又饿 来到这里后 大家发现了一块红薯地 于是便一拥而上 挖出红薯吞吃起来 毛泽东知道后非常生气 并严肃批评了大家 最终 工农革命军给红薯地的主人 留下了一张道歉的纸条和一些钱 作为赔偿 而这次的红薯事件看似不大 但却让毛泽东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我们现在到的这个地方 大家看这个石头就是金竹山的雷打石 这块石头它为什么叫雷打石啊 原来这个地方都是一片稻田 全是稻田 然后打雷的时候 这个石头从山上滚落下山 所以当地老乡都把它称为雷打石 在23号的晚上啊 当时王佐派了一个他的联络员 叫做朱石柳 朱石柳呢 当时就是代表王佐来迎接毛泽东和部队上山的 这天晚上毛泽东彻夜未免 都是跟朱石柳的交谈 在了解王佐以及王佐部队的情况 包括井冈山的一些情况 了解了王佐部队的机率还是非常不错的 不侵犯老乡的力 那毛泽东就联想到 如果我们这个部队 连老乡红鼠都不放过的话 那连王佐部队我们都不 所以在即将在24号的中午 要跟王佐见面 早上一大早把部队接了起来 大家站在整整齐在这个地方 就站在大石头上毛泽东 给大家宣布了我们的三项纪律 也叫三大纪律 第一行动听指挥 第二不拿群众一个红鼠 第三打土豪要归功 这三条行军纪律被视为后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萌芽 并逐渐发展为军歌中唱到的 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 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 第二不拿群众一针线 群众对我拥护又喜欢 第三一切缴获要归功 努力减轻人民的负担 这让书本旅行团不由得有些疑惑 这三条纪律听起来很朴实 没有华丽的辞早和严谨的格式 就是一些普普通通的家常话 为什么宣布军纪要用这样类似大白话的语言呢 那么其实我们当这个部队战士 文化程度普遍不高 如果你说用一些书本话语言 他们可能都不了解 怎么执行呢 对不对 所以我们当时用最朴实的 最普通的语言 但是我们立下来是 严明的规矩 严明的纪律 那我们通过这个纪律 向我们群众表明 我们这个部队到底是什么性质的 那我们部队来 为什么干革命呢 为的是群众的立 所以说首先 我们得靠近群众 拉近群众 把我们立在人民的中间 我们其实跟人民是始终在一起的 通过这个三条纪律的颁布 让我们这个人民军队的宗旨 和我们整个党的宗旨 完全相一致的 我们是全球全球 为人民服务的这个军队 这三条行军纪律的颁布 很快使部队作风产生了巨大转变 同时也赢得了当地群众的信任和拥护 更是让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 逐步站稳了脚跟 三大纪律的诞生始末 书本旅行团总算弄明白了 那么八项注意又是从何而来呢 为此饶馆长带领大家 来到了岁川县工农兵政府就职 咱们现在到的是 岁川县工农兵政府的就职 这里原来是一个万寿工 一个万寿工 在1928年初的时候 毛泽西他为了扩大 我们的革命军的影响 然后为了开辟红色区域 在1月5号这一天 带领我们革命军占领了 岁川县程 然后呢大力发动群众 在1月24号成立了 岁川县工农兵政府 咱们进去看一下 咱们看到这个呢 是当时岁川县工农兵政府的政纲 这也是我们在井岸山 建设红色政线过程当中 我们的第一步的县政府的这个大纲 当时毛泽西呢 是交代岁川县委书记 陈正仁来起草 当时陈正仁起草之后呢 毛泽西说这个正纲写得非常好 但是我们现在不能马上贴出去 毛泽东认为 临时正纲有些地方写得不够通俗 群众不易弄懂 要多采用群众语言 如不虐待儿童 改为不准大人打小孩 废除聘金聘礼 改为讨老婆不要钱等等 就这样 经过毛泽东的精心修改 中国革命历史上第一步 为工农政权所实行的临时正纲便诞生了 这个第十三条呢 讲到这个妇女儿童的这个权益的问题 包括他们这个工作时间 包括这个妇女的产假 产前产后的休息 都写得非常清楚 我觉得这个特别有远见 我们现在有一些保护妇女儿童的条例 对 所以我们当时这个政府呢 是真正是围绕群众的利益 来制定了这个政港 老乡一看到知道 这个政府真正为我们群众的来着想的 我们自己的政府 那么这个工农政权成立之后啊 我们暂时呢 下乡的时候呢 又发生了其他的一些问题 有的时候呢 接着这个老乡门板就睡觉 接着到手睡觉 但是呢 没有急着规缓 老乡是有看法的 此时 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 这些侵犯群众利益的问题 如果不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 我们就不可能真正地深入群众 不可能壮大我们中国共产党 那么毛泽东是如何做的呢 咱们现在到的就是 碎川县城的李嘉平 在1928年的1月25号 毛泽西亚就在这个地方 给战士们宣布了六项注意 其中之后环门板 捆铺槽 说话合气 买卖公平 借东西要还 什么东西要赔 所以我们看到这两面雕塑 都是反映这个六项注意的内容 毛泽东要求全体干部战士 务必把六项注意牢记心头 并贯彻到行动中去 但没想到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毛泽东喜欢去农村搞调产研究 当地老乡说起大拇指 说从来没有经过这么好的部队 不但是这个技能支持得非常好 还能帮我们干农活 干家务活 但是毛泽东的战士有问题了 但是啥呢 老乡说这个问题 他说有的时候 我们这家战士们 借了我的门板去睡觉之后 还了 但是还的不是我家原来那一块 对不上了 对 因为农村它这个房子 它这个门板 它那个挂钩尺寸不一样 规格不一样 老乡就说 借了我家到手睡觉之后 还了 但是还的时候 没有给我整理好 我家弄得非常乱 毛泽东听到之后 马上记下来 马上就给他改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雕塑 就反映这个问题 我得改的啥东西 我得改的是上门板 也就是说 这个门板你还个老乡 还不够 还得把门板给上回去之后 老乡认可了 那你的任务算完成了 还有铺槽 借了 还了之后呢 还得把它整理好 捆杂好之后 位上打扫好 你的任务也才算完成 从环门板到上门板 虽然只有一字之差 但却深刻体现了 这支部队 以人民为中心的宗旨 通俗异计的语言 具体细致的规定 让六项注意 慢慢走进战士们的心里 他们在晨曦中 把门板复位 铺草捆好的画面 百姓们看在眼里 暖在心里 而在后来 毛泽东又将三大纪律 和六项注意并列提出 在1928年的3月份的时候 一位祖德在湘南 领导了湘南暴动 所以当时按照史诗 我们这个井冈山的队伍 毛泽东带领他 前往湘南去 迎接祖德部的上山 那我们这个是 离开了井冈山的监狱地 前往新的一个地方 那么当地老乡 可能不了解 我们这队伍的性质 所以在这个 我们不得到贵东的时候 在1928年4月3号 去到贵东沙田 毛泽东把这个三大纪律 六项注意把它连起来 一起系统地 和大家又一次宣布了 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这是我们第一次 把它系统地一起宣布 自三大纪律 六项注意颁布后 战士们便将它 记载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 写在包袱布上 抄写在墙上 无论走到哪里 战士们都会将三大纪律 六项注意 作为检查行动的标准 而这也为红军统一纪律 变定了良好的基础 那么这六项注意 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八项注意了 增加的是哪两条呢 饶馆长带领书本旅行团 来到了井冈山革命博物馆 咱们看的这幅油画 表现的就是1929年 红四项主力离开井冈山 到甘南米西这么个场景 在1928年冬天 当时香港两省国门的军队 对井冈山发起了第三次会角 而且出动了18个团 3万多人 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 在1929年的1月14号 毛泽东 朱德 陈毅 带领红四项主力 3600多人 离开井冈山 前往甘南米西 一方面是到外围去解决疾痒 同时牵制敌人 解井冈山自围 而在转战途中 毛泽东发现了一些新的问题 就在甘南米西的 斗争过程当中 我们这个红军的距离 又发生了新的变化 在福建新泉 当地有温泉 那么我们的红军战士 经常会在露天 在河边洗澡 也会在温泉洗澡 那么当地这个温泉的话 老先也会用 那么为了男女分别 很快加了一条 叫做洗澡闭女人 另外同志还说 我们这个红军战士 很多人的话不讲卫生 当时卫生条件确实不好 有随着大小便的这个情况 所以当时又加了一条 叫大便找厕所 这么一来的话 从当年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就增加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至此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正式被完整提出 但书本旅行团发现 这时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与我们流传至今的军歌内容 有着很多不同 有着很多不同 这是为什么呢 此时展柜中一本泛黄的小册子 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这是在1932年来说 当时永续县委 这么编的 英国有这么七页 里面详细地讲到了我们 当时红军的三大纪律八个主义 不但说我们红军要做 而且怎么做 都说得非常清楚 随着这个时间的这个推移 我们这个三大纪律八个主义 内容也会不断地在丰富完善 在1947年的10月份的时候 毛泽西代表解放军总部 就起查了 中国的美解放军总部 关于重新颁布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练 我们一般创作为双十训练 因为在10月10号颁布的 自此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 正式成为全军的统一纪律 凝柱成为第一军规 至今未做任何修改 那么当时我们不但是 编成了各种学习材料 共大纪了解 同时我们红军 还把这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写在我们的包袱布上 我们行军的时候 战士们前面走 后面战士们看到前面包袱布 就在不断地在了解 也在牢记 我们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同时我们还把这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也编成了歌曲 我们在传唱 这支嘹亮的军歌 迅速在部队中传唱开来 战士们在一次又一次的歌唱中 重温着纪律要求 人民军队的好作风 也随着雄壮的歌声传扬开去 所以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呢 就是唱着这样的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这种歌曲 解放我们的乡村 解放我们的城市 在我们这个部队进入到城市之后呢 我们还是呢 把这个当做我们的这种行动的准则 比如在上海的时候 好八年大家可能听过 当时我们这个好八年 就是在进入上海之后呢 虽然是实力扬长 非常繁华的地方 但是还是牢记我们的宗旨 那么当时我们晚上树营的时候呢 也没有到这个房子里面去 我们也在街头树营 所以第二天一大早 当上海市民 各界群众 发现我们的解放军战士 整整齐齐地 虽然马路边的时候呢 他们都感到非常震惊 觉得这就是呢 我们人民解放军的 一种纪律的体现 从工农革命军 红军 八路军 再到解放军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犹如我们党波洒下的一颗种子 在时代的变迁中 在各种艰难险阻的考验中 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 那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为何能够传唱至今 经久不衰呢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呢 就是我们党和人民军队 和群众 削弱相连的一种 非常真实的体现 那么通过这个纪律 我们看到 我们人民军的宗旨 和咱们党的宗旨 是完全相一致的 那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我们人民解放军 就是执行这样的金军 完成了我们党 交给了各项任务 贯彻执行我们党的战略方针 所以在我们人民军队的发展史上 这个纪律呢 一直支持着我们的人民军队 不断从小到大 从落到强 从胜利走向胜利 在人民军队的发展史上 它是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的 遵守纪律 人人要自决 互相监督 切莫为犯了 革命纪律 迢迢要记轻 人民战士 处处爱人民 保卫祖国 永远向前进 全国人民拥护 又欢迎 今天 书本旅行团 跟随军歌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 了解了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 这一军纪 从最早的雏形 到作为制度 被固定统一 在实践中 不断丰富和完善的历史变迁 又在简洁明快的歌曲中 感受到 延明纪律的重要作用 以及人民军队 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作为人民军队 精神风范的伟大象征 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 深深扎根于历史 深深扎根于人民 它必将带着既往的辉煌和荣誉 在新的历史时期 焕发出亮丽耀眼的光芒